哈哈哈哈哈哈哈 大家好 欢迎回来 《望向编締部》 今天《癫港》节目时段 今房间我参加了 另外是我们的义德台仰 各位大家好 请记得帮助订阅我们的影片 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先多谢大家的支持 今房间的两件事 我觉得是相当夸张的 首先先讲这个第一宗 可能自己以前也做过许sir 所以也挺有感觉 因为当你做老师的时候 你一定要循规道举 也很担心会不会 搞到在学校有什么传闻出来 还是怎样怎样 成为焦点人物 一会儿炒鱿鱼就死了 因为都要排除万难 你才能够做得到老师 话说这件事 就发生在马安山的一间小学里 这个疑犯就相当夸张 你只有21岁的男实习教师 你刚刚初出茅庐来做实习 你都未正式成为老师 你已经识胆包天 你以后都不用做了 没有都没出齐 就这么起色心了 话说这件事发生在刚刚的星期一旁晚时分 报警 为什么搞得这么严重呢 话说一位女教师 当她在校内 女次要去办事的时候 为什么有部手机在这里 还有拍摄的镜头对着她 她害怕得立即大叫 就立即再撲出来看看 究竟发生什么事 就立即离开 马上学校就翻查 闭路电视的录影片段 大概都知道疑犯是哪个 经过考虑后就报警求助 看到警方真的要调查一下 又要再看不露电视片段 可能再要分析疑犯的特征 因此就在马安山拘捕了一位 我去学校做实习老师 不是很好地去做 可能见到有其他的前辈 挺漂亮也好 或者吸引你也好 就识心起 就去放一部手机在厕所 我就马上在那里想 为什么这么有趣 那部手机是否家里多的手机 为什么这么想 你又没理由用自己 平时那部手机就放在厕所 一跌过就连你那部手机也收起了 又有什么问题呢 那就奇怪 你没理由突然 会好做 或者见到有些东西就识心起 就拿自己的手机就放在厕所 你想想 还有手机也分约重量 厕所的次隔有多大呢 你把这么大的电话 我不知道在哪里做拍摄的行为 是不是黏在那部次隔的其中的角度 都像闭路电视的拍摄 那次隔这么小 盲的也看到那部电话在那里 是不是 他是这样的 意思是他是预早在里面 安装电话 是吧 然后遥控这样 又或者任由他 有他拍摄 有人进去办事的 就自然能拍到 到没有人的时候 就捐回他拿电话 他是不是这样 似乎是吧 可能遥控这样子也未必有 可能他黏好那部电话 就开始在那里拍摄 那么低能 有人进去的时候 他就拍摄 总之有没有能拍摄 就是拍摄手机内置储存为止 可能会在上cloud 在上cloud 一个Tierrebrite 慢慢錄 六成天 一个星期都可以 是不是 这么宽 当然一部手机会没电 我不知道你用不需要去帮他充电 又黏着外置电 又黏着鬼死这么大 你怎么会傻的 这个人 我不知道你拍摄什么 白痴的 你怎么会拍摄 其实怎么好看 我也不明白 我在想 你没理由黏在门上 是吧 没可能的 一闪到门 他一看前面 看到一部手机 就立即发现你 所以一定要黏在那些 隐蔽的地方 如果你拍摄那个如刺者的头壳顶 那其实又有什么好看呢 我也不明白 我相信他不会从头壳顶拍摄的 他应该去低炒 在底下拍摄 但是有什么好看 我是想不明白 你看人家柯士柯尿 有什么好看才可以 我真的不知道 假装 做完这些事情 你已经不用做了 看到很好笑 学校马上向家长 已经立即给大家电邮 说会处理这件事 或者发生了这件事 当然要让警方拘捕了人 正正式拘捕了才会发电邮 我想之前已经准备定了 就说调查中和相关的实习工作 已经即时要终止 不用做了 不用做了 再开了危急小组会议 因为正在调查 就不能够评论太多了 记住 那里是一间小学 那些小朋友就会很害怕 因为不知道实习的时候 会对小朋友做什么 谁知道会有几部手机 不断拍摄学生 还是怎样 招呼他们 哎呀 这么神经的 这些人就不留下在学校了 真的 没错 快走 这些人一定要坐牢 你要能够成为一名教师 之前你也要读这关系的课程 现在就一个行为 就导致你过往所读过的语言传 就白费了 对不对 这么笨的人也有的 我都不明白的 你要看人有很多途径 再不是的 就去一些专售卖色情电影的地方 买几部电影自己每天看饱了 用不着这样拍才行 这么笨的 他会不会觉得拍出来的是假的 所以就不好看 当然了 千万不能这样 来做这些违法的行为 来满足自己的受辱 受辱 不是吃那些受辱 这些人渣 修圣 我叫你来这里实习 你竟然在实习来这里怎么拍片 对不对 对 我想了很久了 究竟是装在哪里 还是怎样 喜欢来实习 怎么拍这些 你怎么搞错 这些人渣敗类 不死也没用 这些人渣敗类 再说回来 有时大家会想起 如果没有罪成的话 到时会不会有这些人渣 继续教书 因为要说回这件事 为什么大家这么着重操守 就是教师的方面 现在教育局也说回来 一直也有透过严谨 而有效的教师注册制度 才能确保得到 任教的老师是合适 和适当的人选 和要防止 这些不适当的人成为教师 如果涉嫌违法的个案 就算教育局在司法程序 完结了那个审讯之后 都会详细再審试所有的相关资料 才再去看看这件事 究竟是要如何处理 就算他因为什么原因也好 千百种的理由也好 因为他没有被定罪 不是代表他继续可以回来 会从这个学生的福祉 和教师的专业来考虑 如果认为他的行为 是不能接受的话 如果是一些严重个案 都是会取消或者拒绝他的教师注册 而且一旦被取消或者拒绝注册 将会不得在学校里面任教 总之法律在法庭上没有被定罪 都可以永不录用 所以为什么大家这么紧张 那么紧张就是这样的原因 有什么事有什么差池 让你搞到法庭 就算不定罪 你也是可以不用做的 太好了 就是一定要这么严谨才可以的 你怎么可以容许这些心理变态的人 存在在教育界才可以的 不过他将来 我假设他被定罪 罪成入狱 蹲完出来 坐完监出回来 他仍然都投身教育界 是否可以做这些私人补习呢 因此这些人的记录 是否可以更容易找到罪人的名字 更容易去查 相关费用是豁免 我看到现在也有在香港讨论 我自己也挺希望 这种查册制度更容易被人找到 那对他们没有保障 到时找到他们的名字 给大家公审 正常人来说 是不会犯这些事情 等于这样 不要说影人 只是你和那些老师也好 即是女教师 或者以男性来计 和同学方面的接触等等 都要很循规道具 而且要守住 所以有时有些女校 可能会特意邀请一些 年纪比较大一点的男教师 即是不要邀请年轻人 和小鲜肉回来 就是这样的意思 因为怕到时不是老师过界 而是女同学看到他想过界 那倒是 所以有时男女校的事情 都是麻烦的 总之这个真的相当之瘋 好了 说完这件事之后 有另一件事 我也觉得很瘋 瘋了是什么呢 是特区政府 区政府怎么瘋 话说这件事 之前也在说的 就是要找一些不同的KOL 去拍片 宣传香港 例如会找大马那边的KOL 或者明星 例如拍摄旅游节目 我看到也觉得挺有趣的 为什么要带贴钱 请他们来吃喝玩乐 然后再帮他们 帮忙宣传香港 那就当是做宣传工作 现在流行的 用所谓的KOL 来做宣传 现在很多KOL 都是做这些工作 除了拍视频 带货之外 也跟别人做推广 我想也是一种 较为新穎的推广手法 我看到了 这个感觉 你可以邀请一些网红 或者艺人 他说要拍超过330条的短片 在全球不同的平台播放 会覆盖2亿人 我看到原意是可以的 但我觉得 大家都懂得说 这些旅游节目 找KOL来拍 我有一种感觉 好像贴钱请他们来玩 因为在我们过往的印象 如果这些旅游节目 假设是马来西亚 他们就是马来西亚的电视台 或者新加坡的电视台 或者哪里的电视台 或者哪个频道 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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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想过来香港拍旅游节目 就自己给钱来拍 你拍了 然后再在自己的平台播放出来 那就可以了 好像很小可 是倒转 要请人来拍 如果你被人知道了 你是给钱请他们来拍 那你真的有钱 可能会这样 但是现在很多KOL 都经营得看来 是很个人化的 是很个性化的 你不会真的觉得 他里面的内容 是背后有人资助的 又或者有些是很诚实的 就告诉大家 他这条视频 有谁谁资助 但其实整体拍的方式 都好像一个Vlog 这样 这一种也是 较为新兴的一种宣传办法 我的看法就是这样 因为透过KOL 客户的视频 就给到一个个人的感觉 不像一个电视拍出来的旅游节目 而且表达手法 就好像一个和你分享一样 而不是向你客卖一样东西 所以现在这种方式 都挺流行的 其实不单止香港有这样做 有很多国家都利用这种方式 来做一些宣传工作 不单止是旅游 甚至乎带货 例如做带化妆品 又或者一些产品 以一种KOL的形式 来带出那个产品有什么好处 而不是拍一条广告 因为广告很多人不喜欢看 反而KOL就给到一种体验大家 可以说是新的广告体验 我自己是这样看的 你说好像韩国那些 其实有些歌手和MV 你也知道他们扔钱出来 在一些平台上谷 但是这样的话 你就会谷下去 推卖歌手或者艺园 让外国都可以吸引到 例如那时候什么騎马舞 那些PSY 少女时代 你会看到 背后有人用力去推卖 即是你看到 你反过来 一旦特区政府 变成是贴钱给外国的人 他们就来这样宣传 我不知为什么 可不可以香港自己 本身拍一些影片 等外国那边 可能是 他不懂你是谁 不是用他们当地的语言 能不能做到这些 能不能做到这些 可以带动 给一些香港的朋友 去收集宣传费 你说能不能拍到一些 宣传片 而外面的朋友都会去看 有一个难度 我只是觉得 有一种感觉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是变成香港的市民 要去夹钱 给这些KOL 过来香港玩 再靠他们 来带动其他人 过来香港玩 带动得到 就是说 如果带动不了 那怎么办呢 当然你说不试过 怎么知道 是K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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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扔了些钱 原来没有反应 那便不做 我想是这样 为什么香港有些地方做不到呢 譬如我要向印尼做宣传 如果我找个印尼人 懂得的KOL 来看香港宣传 做起来 可能效果比起 找回香港人 做一套广告 或者做一套旅游特輯 再去印尼播 那KOL的反应 可能更加不一定 对不对 但是为什么呢 香港不能够吸引得到 这些印尼的KOL 自己会来到 香港现在好玩 找到什么 有什么热情 那我就来香港拍片 你想想一下 你不是引到他来 反而是要自己 给他来 请他来 请他来 那是否证明 自己本身 有一些吸引力不足 你吸引力不足 还是硬要这样 叫人来 为什么不留那些钱 做好自己本身 香港里面的硬件上 或者是什么吸引之处 反而把那些钱 投放在香港本身 做好某些东西 或者什么 到时吸引到别人来 便可以了 你想想 日本 虽然现在是经济差 你说是否一定要付钱 叫别人来玩 反而怎样 好像转转更多 为什么香港用这种形式 我觉得是有点怪怪的 不知道大家怎么看 不妨一起留言 好 来到这里 大家一起开放讨论 拜拜 拜拜